我真喜欢头脑风暴 喜欢瞎琢磨 比如像 最近好像应该播到了 播到了 抢刀那一场戏 下雨 然后打了伞 然后抢女主 那把刀的那场戏 播到了 其实那些 包括抢刀 包括扔伞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因为当时 我一看下雨 我走了 我打了伞走 会不太好 我觉得站在燕子晶 燕子晶这个人物心里 应该把伞扔到地上 给他留着一把伞 留着一把伞 然后我看很多朋友去说 说燕子晶去抢那个刀 是为了自残 其实不是的 我当时设计这个幻觉的理念 不是自残 也不是为了让 那个女主去心软 我是怕她伤害自己 当时她拿着刀 那个抢刀是我自己设计的 当时我自己想的 把那个刀夺过来 夺过来的原因是 我觉得站在燕子晶的身份 那个角色里 一定要把这个刀拿过来 因为如果她拿着刀 如果她伤心过度 自己伤害自己怎么办 虽然我知道 这个女主 是不可能那么脆弱 到伤害自己的 但万一呢 对吧 虽然我知道 她是不可能 做出自残这种行为 但是我万一怕会伤到 万一呢 凡事都有万一嘛 对吧 所以就把那个刀夺过来 那个也是设计的 设计的 有朋友说我自残 倒也燕子晶 也没那么自 没那么变态了 好 好 好